男子喝醉酒不僅不乖乖配合酒冊 还朝圆景大小声甚至动手退人 今天他有动手的情况 另外一名圆景赶紧从后面把他给架住 但是酒醉男子一个拐子 重击圆景场面相当混乱失控 7号下午4点多花莲警方巡逻时 在139线到84.5公里处 发现货车驾驶没有系安全带 想要上前拦查对方却丝毫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 开了大约500公尺之后被警方给拦下来 没有了你现在他就不能开车了 我可以 不行了 我的车子我要 不是 我的车子 你先不能开车了 66岁王姓驾驶被拦下来之后身上有明显的酒味 身心恍惚 不管圆景怎么劝他还是坚持要开车 在路旁江石许酒不愿意配合 该驾驶自称早上有饮用米酒 请警方给予矿泉水漱口 15分钟后实施酒册 后来实施酒册酒册值明显超标 王姓驾驶还是坚持自己没有喝醉 执意要开车离去 被警方上前制止 却被他给动手殴打 两名园警只好把他给压制 过程中三人都受了伤 王姓驾驶头跟脸擦伤 其中一名园警背心被扯坏 手中有隔破挫伤 另外一名园警脸跟手擦伤 送衣包扎都没有大碍 后续也会将驾驶依涉犯酒驾公共危险 以及妨害公务罪移送捐办 TV新闻高知红花莲长报道